有句励志的话说方向选对了就不怕路远 是啊 那问题是如果方向选错了呢 那这个你越是努力 结果就越尴尬了 话说前天上午 湖南高速交警在境内一条高速公路上 就发现这么一位大叔 来看一下图片啊 一五十多岁一大叔背了个大包 就沿着高速公路那个应急车道在走 高速公路上怎么能有人在走呢 那个大叔当时走的那个泪呀 灰头土脸疲惫不堪 交警赶紧就给他拦下来了 你这什么情况 你怎么在高速公路上走路怎么搞的 大叔就讲了 我是贵州人 在广西打工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是减废品嘛 靠这个度日 半个月前 这会儿想回家了嘛 但是口袋里又没钱 怎么办呢 我打算沿着高速走回贵州 他就准备走啊 愣走回贵州啊 就为了省钱 这位大叔一路上是鸡一顿保一顿 听着大叔这个叙述交警都要抓狂了 他们不得不向这位大叔 讲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说大叔啊 你方向走反了 而且都走出去五百多公里了 哎呦 你说这要了亲命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吧 您瞧瞧啊 大家看这些地图 广西往贵州 本来是往西北方向走的 可是这位大叔是怎么走呢 他本来应该是B往C这个方向走 对吧 结果呢 他是由B往A这个方向走 往东北方向走 完全这是南辕北辙呀 你说你走得越久 离家不就越远吗 目前交警已经委托当地的救助站 送这位大叔回家了 所以你看这个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方向选错了 你越努力 离成功就越远 对吧 他好吗 对吧 对吧